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则上这样讲 虽然说718跟911会有在性能上 包括很多的设计上面的差别 但其实在市场的保值度都是相当好 像以Boxster来讲 现在可以交到的车 在市面上已经有成交的记录 以Boxster它新车加上选配369万 车商实际上会卖到399万 他们想办法把车拿到手上以后 大概会加30万在卖 那另外一个以992S好了 也是很抢手的车 新车708万 被经销商强迫选了85万 所以等于你买到大概就要800万 那车商一样 大概加了60万卖出 所以说两台车各有特色 但是两台车的保值度 以及在市场的抢手度 还是很高的 你如果用车商的角度来看 一个是800万 一个是400万的车子 当然它的投资额就是两倍 所以它要获利也当然要超过两倍 但是如果说你用现在市场上面 譬如说刚刚讲800万的车子 赚60万 它赚不到10% 所以其实这种高价车 它求的是什么 跑得快 然后掌握住这些 有钱的公子戈尔蒙爱换车 那它当利润 其实相对而言并没有说 以比例上趴数来说 其实算是少的 但是当然你会觉得说 我买一台车 还要被你赚个60万 尤其又是新车 又不是什么特别的 我慢慢排队可以省60 但是有钱人可能就不这么想 我就是要马上拿到车 我就叫我排队省60万 我宁可多花60万买一台车 真的 不过除了保时捷之外 其实在日系车 也不乏一些优质的 这种投资的标的物 例如像这台车 13年后竟然车主 他获利是翻四倍 什么车啊 我个人觉得 其实在千禧年 就性能车界最保值 对不起 不能说保值 增值的两台神车 今天都讲到 一台是M3 CSR 另外一台就是 Honda S2000的CR 那S2000其实是 本田在1990年 为了纪念他们50周年 就是集结科技 所推了一台跑车 CR其实就是所谓的赛道版 Club Racer 那其实因为S2000一直没有出所谓Type R的版本 所以CR被大家当成是Type S跟Type R中间 就是也就是他最强的一个车型 那其实CR非常的好认 包含前后的保感 然后大尾翼轮圈 甚至他移除了软棚的机构 变成是手动的硬顶 CR这台车呢 台湾其实有 但是数量也是不多 那我们先讲价格好的 其实S2000当年在台湾的售价 大概是200万左右新车价 然后大概过了10年 还有100多万 你到现在看还是100多万 完全没掉价 对 但是这是普通的版本 普通的版本 那在国外呢 就有S2000的CR 那个价格非常非常夸张 基本上像是R34 Scanite GTR那种价格 很恶心 那国外就一台只跑了196公里 那当年的新车呢 车主是买4万美金 然后到回过头来今年 因为他只跑196公里 基本上就是没开 你就放... 放10年 卖了20万美金 足足获利450万台币 这个好扯 对 当然这个车呢 因为在美国非常的少 反倒台湾量还是相对 以比例来讲还是比较多 那时候有一句话很好笑 就是加州的S2000CR 都被台湾人买回去台湾了 你就流传这一句话 所以这个价格在台湾 其实也是很夸张 基本上现在如果你要买到一台 S2000CR在台湾 应该可以买两台S2000 真的假的吗 大概要两百多万以上的价格 那这台车除了外观不一样之外 包含它变速箱换挡的行程 悬吊 转向的齿轮比等等 全部都和原本的S2000不同 而且尤其它又是2009年 最后末代出的性能版 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你末代车 然后那时候大家也觉得 可能这个车以后 没什么机会再出现了 确实现在放了20年 也还没有它的后继车出现 我想这一些种种的要件 要么限量 要么绝后 就是这种很特殊的经典车型 能够除了保值之外 不断增值的最重要原因 刚才看到那些呢 也许你都会觉得 好像似乎离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们 有一点点远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我想这是真的离我们平民老百姓 比较接近的投资标的一物 而且报酬率相当高 SUSUKI的GIMINY 现在还能订车吗 如果我要买的话要等多久 是不是有一些新消息呢 阿克 其实最近就是有个消息 就是这个SUSUKI 又重新开放接单了 可是这个接单价 还有跟你实际 真的可以买到的售价 其实是有差距的 我们就记得说 那时候GIMINY刚到台湾的时候 大概七十几万 对不对 可是这一次就是有 据说有一百量的配额 然后来到台湾 可是它的接单价是84.9万元 84.9万元 可是 就是它涨价了 对涨价 其实涨价之外 其实我昨天我就去问了一下 假装我是客人 说可不可以买这个车 可以 可以订 可是呢要加价买 就是要加配件 然后包一包下去买 我问到的价钱是97.8万 才可以买到这台 那要等多久重点 你加什么配件加那么多钱 加了比如说包含这个环景系统 然后加了这个就是 比如说这个什么 隔热纸 是 然后加了一些配件 什么挡泥板 然后甚至什么 就是反正 就送服件都加上 那消服件也很多 对啊 就是可是 你问题是 大家都还是订下去 就不会退 是啊 因为你没有车可以买啊 它北中南经销商的条件不同 对 也就是它利用这个包装 来转这中间配件 我比较好奇的是 因为有消费者说去订车 他说有销售跟他讲说不能订 他说是给之前订车 还没有等到车的人 才有优先的一个这个顺序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车子 虽然出来了 总代理其实并没有正式的一个 这个讯息 而且让经销商自己在那里操作 有的销售是说你可以啊 加价我就让你买 有的销售是说不行 我只能让之前没有交到车子人订 所以就每个经销商 他整个状况是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 有一点没有办法完整的资讯 我觉得这个总代理应该要说明一下 稍微离心一下 你发个新闻稿就很清楚了嘛 但是我觉得 为什么他们不做这样的事情 可能我觉得这样是他默许经销商号 用加配件来去赚这个钱 我觉得也不太合理啦 因为真的我们据我们所知 之前订Jimny的人还在等嘛 我记得 我听到的跟艾大一样 就是我听到的是 这好像一百台吧 这些单是主要留给之前要订 但是好像订单排不到 你就被cancel掉的人可以优先去补 那如果如阿克所说的 就你加点价 你就有机会排进去 感觉有一点点事有蹊跷 应该这么说 他们实际的情况是这样 当时因为有宣布停产了嘛 所以很多人就测单 但是还是有一些 尤其是车商 他订了五台 他不测单 他反正订机没差嘛 那现在他就必须要被优先供应给他 那至于经销商 我刚刚讲就是操作 那这些车商拿到车以后 他会不会加价卖 会嘛 所以我认为啦 最后的市场行情 还是差不多在一百 因为我本来在探寻说 因为有了这一百台车 之前涨价的那些中股车 会不会下来 看起来还是很难下来 因为我真的就有朋友啊 他接就是中股车 是车有试出来的嘛 他还加了二十万才买到 就是新车再加二十万 我说这疯了吗 最高点的时候都有破百 然后这一次新的这一批车 因为有多了黑色 所以我觉得 加黑色套件 我不知道是算二二还是二三年 应该是二三年 之后二三年是黑色的Gymie 可能价钱又会再更漂亮一点点 你说如果你想要买黑色Gymie 你开出来你黑色的 我就知道你是新的这一百台的 新的 对 人家要买的时候 你价格可能就要 以原基础的售价 你可能是19年20年的时候 这新车已经快要一百万了 我可能必须要再往上加 所以我就像王总说